哈啰,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啰,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六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其实这个六月份大家可能会有点点小害怕 因为这个月份里面实在有太多颗星星都在逆行 包括金星,木星,土星,还有这个冥王星 那到月底六月二十几号左右呢,海王星也会逆行哦 那月中的时候,六月十八号左右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水星也会开始逆行 所以基本上在这整个六月当中呢 逆行的星星就有水星啊,金星,木星,土星,冥王星,然后还有海王星 所以整个呢,大概有六颗星星都在逆行 那这个月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停下一些脚步来思考一些事情 或者是呢,有一些东西呢 要准备有一些转折,有一些改变,或者是重新开启 或重新有一些变化的时间点哦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其实我想蛮多人 会觉得自己生活周遭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跟影响啦 那我知道大家最在意的还是水逆 对于每个星座不同的影响 我会特别的在每个星座的部分去做一个说明 那不是每一个星座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六月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就是 6月21号去夏至 那夏至这一天正好会有日食哦 台湾应该是看得到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日食在夏至是很特别的呢? 大家记得一件事哦 夏至在天文学上 它其实不是固定的同一天 那日食的部分呢,虽然每年会有很多次日食啦 可是呢,这个日食要跟夏至同一天 这个机率其实很低的 那通常日食在传统转眼术上 它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的预照 加上今年下半年哦 9月份有火星逆星 所以下半年的情况恐怕呢 会比上半年还要来的 稍微可能9月份之后会更加严峻一点啦 我不是说疫情哦 我是说可能很多生活方面 大家遇到的一些状况上 可能压力会大一点 有一些不是这么好的情况可能下半年会发生 那在我的观点上面来说 我觉得日食它就只是一个警告的性质 或者是预照的性质啦 所以大家其实下半年小心一点就好 那顺便打个小广告哦 就是在这一次的6月份星座运势 统统播完之后 对,那我会呢 再上这个今年2020年下半年的这个星座运势排行榜 好的,那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舍星座的你 在今年6月份 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的 事实做的朋友们 在2020年6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6月2号到6月12号这段时间当中 对上班族的事实做的朋友们来说 你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在职场的表现呢 是会出乎意料的好哦 会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发展 做出来的工作成果呢 会让同事还有长官觉得很压抑 哇,你真的好厉害做得很棒哦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是 你可以多多努力 争取好成绩的时间点 另外就是呢 事实做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要去面试新工作的话 在面试的时候 你会有很良好的表现 那如果说呢 事实做的你呢 是在等待录取消息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还蛮容易得到一些好消息的哦 那在6月1号到6月25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是做的你呢 职业是这个工作人物 演员啊,歌手啊,网红啊 或是直播主的话 在这段时间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这段时间当中 因为精心逆行的影响嘛 所以有时候呢 你们的一些讨色事件 或者一些绯闻呢 是比较容易上媒体版面的 就会影响到你的事业运 跟事业发展状况哦 所以要特别小心面对处理 而在6月18号到7月12号 这一段这个水星逆行的时间当中哦 试字座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在职场上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小人 在背后放一些风声 或造一些谣言 对你呢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以呢,试字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听到不利于你的谣言呢 要尽快去澄清 然后赶快揪出这些放谣言的小人哦 接下来呢是金钱财云的部分 在6月14号到6月26号之间呢 试字座呢 你如果是自己当老板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还蛮会买东西的哦 生意兴隆事业做很大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是还蛮容易赚到钱的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试字座呢 你有做投资理财的话 那你的眼光还蛮独到的哦 很容易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因为投资理财的进出呢 赚到不少的钱 在6月1号到6月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试字座的你要特别小心哦 你到公共场合的时候呢 是比较容易遗失财务的 所以出去玩意的时候 要记得看好自己的钱包还有财务哦 在6月8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 试字座的你呢 是比较容易被诈骗集团盯上 在这些诈骗集团呢 在欺骗你的时候 特别是喜欢用一些凌人推荐 来做一些幌子或是画术啦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呢 你要多小心一点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是做的同学们来说 其实在这个月里头 大部分的时间上 都是属于运气中平 就是稍微稳定的状态啦 不会有什么太好或太不好的一个运势来影响你 但是呢在6月18号到7月12号这段水星旅行的时间当中 你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呢你有可能是晚上睡觉睡不是很好 所以隔天上课的精神受到影响 那有一些事做的朋友们呢 则是因为考试的前一天呢 可能没有睡好哦 那考试的当下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表现啦 那如果说呢是做的你是念体育班 或是念体育相关科系的话 在水星逆行的这段时间当中 要记得好好保护你的脚步哦 因为这次水腻的影响呢 是会让你比较容易有脚部受伤的情况发生 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 请尽快去看医生哦 接下来是桃花孕的部分 那对于是做的朋友们来说呢 那在6月20号到6月30号这段期间当中呢 会出现比较多种类型的桃花 有些是你之前就认识的 或是有些是就爱回头 那有一些桃花呢是想要先跟你上床之后才慢慢求发展的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和这些对象怎么相处和发展就看是做你决定咯 所以在6月1号到6月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做的你要小心的是感情诈骗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出现了桃花或对象呢 就是跟你推销东西啊 或者是跟你认识没多久之后就开始跟你借钱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这可能是感情上的诈骗哦 所以在6月8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 有一些对象就是单纯只想跟你上床 只想跟你在床上做完运动的时候 就跟你不想要什么联络 所以这些对象上呢可能也不是很真心的啦 那该怎么应对呢就看是做你自己哦 接下来呢是爱情婚姻好家庭的部分哦 那对于是做的朋友们来说 在6月14号到6月26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体力很好而且兴致盎然哦 所以跟另外一半之间在床上的互动上是很激情火热 而且又相当的缠绵的 感情上当然是相当的愉悦美好啦 那在6月20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当中 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在占有欲方面是比较强的 比较容易吃醋哦 所以请你尽量不要做一些会让对方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主动 因为他会很努力的去告诉你他很爱你 所以也请你不要泼他冷水 好好的给他一些热情的回应 那你们的感情呢就可以变得越来越棒哦 在6月1号到6月25号之前呢 因为进行逆行的影响哦 其实在外头还是有很多有问题的一些诱惑 一些烂桃花会出现 那这些诱惑或烂桃花有可能会导致你掉进去了之后呢 会影响到你目前的感情生活 或者是呢和你染上性病之类的哦 所以在面对你不熟的对象 或是你在交友软体啊 或是社群网站上认识到不是很熟的对象 又很努力在勾引你诱惑你的时候 试做的你我会建议你呢还是拒绝会比较好一点 以免会有惹祸上身的情况发生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6月8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你是常常换上床对象的试制做的话 要记得小心安全哦 做好自我保护以免感染到性病哦 而在6月18号到7月12号这段随心逆行的时间当中呢 有一些试做的朋友们会比较有失眠的情况 或是晚上睡不好哦 或者是觉得很烦躁 心情不好导致你的睡眠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于会影响到隔天白天的一个作息哦 在这段随心逆行的期间当中呢 要想办法做一些让自己可以安神熟眠的方式 让自己更好入睡哦 另外一些试做的朋友们呢 是脚步比较容易受伤的 有可能什么扭伤或撞伤之类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所以如果你脚步有受伤的话呢 也请你尽快就医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和我聊聊有关星座相关的话题 那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 我是阿婷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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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